欢迎你 加拿大感恩节 西方节庆 慈祭茶会以东方融合人文 不同的诠释 我去食物银行包住别人 我利他 我去老人院陪伴老人家 我利他 我去能源学校做爱心爸爸 做爱心妈妈 利他 我都不是做我自己的事情 我不是求我自己 台上接受表扬的志工 都是长年付出 包括他 林立清 列志文人文学校老师 十年不知心 我那时候其实很简单的一个 就是如果我不知心的话 我想学校会有比较充足的预算 去买一些投影机 什么这些 纯粹就是一个很单纯的 所以我那时候就说我不知心 癌症复发 人生谷底 志工黄秀球转念宛若新生 老天爷给我的一个 很好的礼物 就是我的毒癌 又破发了第三期 十个月的治疗 拍刀 住院 八次化疗 三十五次的放射治疗 我挺过去 人生无常 一个转面 我想挑战自己 我想要多活十年 甚至二十年 我想成为师父的弟子 一个个生命共识 动人分享 都是以善 以爱为名 待新闻 真善美志工郭亮君 尤德坤 翁淑儒 加拿大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